克服学习数学的恐惧 引发好奇与学习的兴趣 花莲宪府教育处与树干实验室合作 将数学在地化融入花莲的元素 直日期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7栋 范例数学有感动手玩的数学巡回展 直日期展出到10月12号 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前往体验 剥皮辣椒有多辣 马蜀有多年 克服学习数学的恐惧 引发好奇与学习的兴趣 由花莲宪府教育处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树干实验室 共同主办数学有感动手玩的数学巡回展 直日期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7栋开跑 有别以往 今年以花莲在地特色为主题 让花莲孩子与数学有关系 我们副理 育理 它的产品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都说产品量非常高 高到什么地方 然后跟它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是没有契合的 但是如果契合的话 那么孩子可能是在他用餐的时候 就会想到 我家的产量到底是多少 对不对 然后他到底对台湾的产值 或是花莲县的产值多少的贡献 他反而会去思考 那么他就会去思考说 那科学记号 因为科学记号是为了表现很大的数 但是其实他跟我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这两件事就连结起来了 那如果这样能够连结起来的话 他在老师在教学中 如果去琢磨这一块的话 那学生听起来就会很有趣 然后他也知道说 这跟我有关系 在地最有名的麻吉 它的年度是怎么样去分辨的 或者说是我们凤林有出产的这个剥皮辣椒 它的辣度是如何 甚至于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 有多少的步道 孩子们知道吗 我们走了多少的步道 需要几公里 或者是需要多少的步伐 在我们这次的巡展里面 这些都会是我们的元素 而我们花莲县的原住民 的人口数也不少 而原住民的教育里面有关 原住民的图腾编织 这一些都会是在我们这一次 这个数学有感巡回展的 这个主题的内容 未来这个展呢 是从北区我们的创园区 之后到凤林 凤林国小 之后到我们的玉林国中 所以平衡北中南 那更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利用 而明年在这个框架下 我们也会加深以及加广 让花莲的元素 整个融到我们的数学里面 让数学更延续 而且让我们感受到 其实数学就跟我们息息相关 去预讳 所以让我们不断不断地往前 去大部分卖钱 将在地元素与数学连结 从花莲的步道 圆明支部文化 或副理等乡镇的稻田 数字生活化 让孩子不再文数学色变 花莲文创园区展期至10月12日 中区凤林国小活动中心 展期至10月14日至23日 南区则在玉里国中活动中心 从10月25展至11月6日 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前往体验 启发孩子对数学的想象力 记得长帮雁华联士报导